《辣椒》 9月 中国新疆 大地变得多彩 火红的辣椒即将迎来丰收 下一幕拉提正在自家地里查看纪念辣椒的收成 还招来了同村的胡桥云一道商量 你们这种啥品种 一个新品种 其他辣椒还不一样 这个做辣椒酱是可以的 做辣椒酱是最美的 看像这个都在这里 对 它水分没那么大 像这些都可以 这里全年日照超过2500小时 昼夜温差超过10摄氏度 为辣椒的生长提供了极佳环境 皮薄肉厚 红色素含量高 含水量低 十分适合制作干辣椒和辣椒酱 新疆是多民族聚集的地区 牛羊肉 面食 泥粉等不同地区的食材 都会在这里与辣椒相遇 焕发新的生机 成为每个新疆人 唇齿间的一抹红 众多辣味美食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 是大盘鸡莫属 大盘鸡结合了中国多地的烹饪特色 鸡肉补充蛋白质 皮带面提供碳水化合物 而辣椒则能够更好地激发食客的味蕾 从夜三十年来 刘长林仅靠这一道美食 就征服了南来北往的食客 过几天 他将要带领徒弟 参加丝绸之路美食大会 去市场挑选最好的食材 是餐会的准备工作之一 何鸡 辣椒来 我先看一下 今天这个辣椒还可以 今天这个辣椒 对于辣椒的挑选 不仅仅是刘长林有着严苛要求 回到新疆创业的陈建江 也有着自己的标准 赛场拉过来的 今天新生全赛出来的 还挺干的 感觉也刚好 再打开这个 你看这个辣椒放到这 你看颜色看起来就特别正 都是颜色比较准 你看这辣椒随便挑一个 你看鸡帮这辣椒的长度在十公分以上 干辣椒源源不断运到这里 将被制作成辣椒酱 不好的全部挑出来 不要往这放 切到还可以挺柔的 遵循传统制作工艺 用机器精准控制搅拌时间和均匀度 以确保每一瓶辣椒酱的味道都相同 加弯的 加快点 全自动无菌灌装封口后 辣椒酱变得稳定和安全 即使长途运输也能保持品质 这种不经过发酵的辣椒酱 极大保留了辣椒最原始的香味 成为新疆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大当 九月末 辣椒的生长已经进入采收前的冲刺阶段 类胡萝卜素飞速增长 叶绿素含量趋近于零 辣椒因褪去水分而收缩 但是最近多变的天气 让采收的时间无法确定 还是有水分 这辣子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 已经拖水拖到二十多三十了 这样子好色 拖到猪了 可以 只要天好 就不错了 查看完辣椒后 胡乔云夫妇决定 如果明天是晴天 就采收 机子订好之后 拿辣子车你们得多少个 三个就够了 你万一要是有啥情况 你车跟不上呀 嗯 多扫两个倍哈 吴队那个夏姨没辣椒 嗯 上次碰见他 他还可以给你联系点人 卸辣子 摊辣子 你往后多一开始 啊 哎 不要我耍机会写 不要写啊 热情的下一幕拉铁大叔 不仅找来了采收机 还召集了附近村民 一起来帮忙 大面积机械化采收 在新疆相当普及 采收机每小时 能收割辣椒十五亩 是传统人力采收的五十倍 这时候 广袤的戈壁滩 将成为辣椒的天然亮晒场 炙热的大地 强烈的日照 和绝佳的通风 会让脱水过程 完成得更加彻底 这个辣椒的颜色特别好 明天我想种这个辣椒 祝它个五十目 看看 胡巧云所在的千亩亮晒场 相当于九十多个足球场 每年周边乡镇所收割的 两万多吨辣椒 都会在这里接受 十天左右的阳光洗礼 然后被送到国内外客户 和消费者手中 此时 在戈壁滩上烘烤过的辣椒 增加了更多椒香味 而这个味道 正是刘长林坚持使用新疆辣椒 来做大盘鸡的原因 等到餐厅打烊后 他和徒弟仍然留在厨房 为美食大会进行最后的准备 看到没有 辣椒一放 它颜色满意起来了吧 难道红红的 辣椒香味也出来了 你看没有 甜椒做配菜 新鲜的辣椒增强滋味 而干辣椒的独特香气 能够在瞬间点燃大盘鸡的灵魂 爆炒 炖煮 醇厚热烈的大盘鸡诞生 它不仅是香料与食材的结合 更是新疆各民族的智慧 在美食上的碰撞 食材之间的碰撞 往往可以迸发意想不到的美味 辣椒包括我们鹰嘴豆 所有的原辅料 进到车间 挨着检查仔细一点 检查这个标签 没有贴正的话 直接反到灌状上去 陈建江团队 创新性地在辣椒酱内 加入了新疆产的鹰嘴豆 杏蒲 恰麻骨 做出了属于新疆的味道 科技的助力 让辣椒焕发了新生 独特的风味 让陈建江的辣椒酱 供不应求 更多的人 可以感受到新疆的热烈 他们总共要1000箱子 这批会发的无用器中转仓 上面麻银 这一盘子今天操得非常棒 操得好 各大表扬 徒弟的表现 得到了刘长林的认可 食材的滋味 与辣椒的风味 在火焰中完美融合 忙碌的采收后 下一幕拉提 邀请大伙在家中聚餐 欢乐的歌声充满了小愿 辣椒 它是年轻重辣椒 辣椒 热烈的颜色 火热的滋味 人与自然的碰撞 也是勤劳与智慧的交融 成为生活中最鲜明的色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